彪哥在我們圈裡面 有女藝人殺手之稱 真的嗎 有有有 右下角那一格可以聊 沒有 我當然有一些 不愉快的分手經驗 其實我印象當中有一個女人 真的是把我給嚇到 因為我剛剛講過 我是屬於比較理性的 當我覺得苗頭不對的時候 我不會在乎誰對誰錯 因為有的時候 不一定是我們的錯 有的時候是女孩子的錯 可是沒關係 OK 我願意當一個 提出的那個罪人 可是呢 女孩子就 有時候也很好面具 哭啊 然後怎麼樣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翻臉 那我還是屬於快刀斬亂麻鞋 好了 大概隔沒兩天 我家的信箱就收到一封信 然後我痛罵一頓 就說我其實從來沒有愛過你 然後就開始比較 有沒有 比起那個誰誰誰 你在我心中根本是什麼東西 痛罵一頓 竹竹寫了兩三頁 最妙的是 他把最後署名的地方還撕掉 就他可能本來已經簽名了 比如說小嫌上 但他就 對 他就只是舉例 然後他又把那個小嫌那邊撕掉 你就叫我此地無銀三百兩 那就是你嘛 那封信我到現在還連著 深深警惕 因為我覺得 我是不是真的做得太over了 可是我後來覺得他現在過得很好 他誰 他誰不能講 真的嗎 就是從來沒有在媒體上曝過光的 可是像這樣子 他這樣寫信這樣罵你 好像我還是在圈子裡 第一次聽到 真的 就是還寫一封信 還寄到人家去 而且是罵 不是G 他是請工作人員用摩托車載他到我家 信箱那個鐵片打開塞進去 還好那時候沒有狗仔隊 不然那畫面真的很醜有沒有 一個畫大濃妝的女人騎摩托車 臉上還很臭 然後塞一個信這樣子 畫大濃妝的 那穿了一服時裝古裝 我不知道耶 你想幹嘛 你知道畫的 沒有 古裝就一定是演的 好賤的 不能演短劇啊 奇怪 誰說古裝就一定是演戲的 因為主持人會演短劇啊 但總之就是 那個時候讓我印象很深刻 也深深檢討說 我們到底是犯了什麼臭 那當然後來我也得到報應 也有曾經女孩子要跟我分社 我也是靠得像在頭 哭著挽回 這個 就是你沒有辦法想像 平常我們好像很硬對不對 從那觀景門來是脆弱的 就是這 對 不要走 然後從 從臥房哭到客廳 有沒有 簡直是 沒有 你是關著 你是關著門在裡面空空 你是在 你是大庭廣眾下 大庭廣眾 在全國觀眾面前空空 天啊 上次在Starbucks裡面 那就是你啊 亂灑糖漿啊 怎麼辦 男人有時候也會製造一種 可憐情境給自己 我有另外一個案例也是讓我耿耿力懷 大概十幾年前 青豆初開的時候 很喜歡一個女的 追很久 花也送 九十九朵玫瑰那個時代 十幾年前 白痴抱一束九朵玫瑰 千里條條到百里條去 然後他在學畫畫 就到畫室去等他 然後呢弄得很久 然後家長也是很反對的那種 也是公開幹條的那種 好了 終於有一刻 我終於收到他的來信 字寫得很漂亮 學美工的嘛 然後寫 然後寫說 那個時候考慮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一起 哇 終於 終於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信箱有很多 love story在裡面 有瞎的也有屌的 好 可是呢 忽然間又不見了 你知道嗎 就他忽然間讓我從那個高峰 又跌到地獄去 最妙的是這封信 我每一次搬家這些東西 我通通都留著 不是說我生氣 而且我覺得太有趣的案例了 現在是你跟我告白 結果你又沒去 現在是怎樣 奇怪 怎麼會這樣 蔡燦德怎麼會這樣子 是蔡燦德啊 沒有亂講 但我沒有太大 這段一定要播 蔡燦德 居中很長出來是你 抱歉也把握他對不對 沒有那個是 放閉 下流 你年紀差這麼多 他沒有